动土倒数 3 2 1 请动土 第一陈开工顺利 在台北市长角丸 与台北市议会议长戴喜青 与多位市议员共同职产下 等待将近8年 台北市动物之家新建工程 终于动工 这项耗资12.7亿元的重大工程 预计116年下半年完工 117年开幕营运 甲万安特别引用 印度顺雄甘地的话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是看它如何对待动物 强调动物福利是全球普世价值 想打造台北市成为 动物保护的领头羊 其实对于动物保护 动物福利这项议题 所有的市民朋友 甚至全世界都非常的重视 这已经是全球的普世价值 也是台北市身为永续 城市很重要具体的产现 所以我常常在很多场合讲 印度的圣雄甘地 讲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是看他如何对待动物 所以一直到今天 民众都深刻感受到 当时圣雄甘地这番话 也所以为什么 我们对于新的动物之家 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刚刚总工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它纳入非常多的元素 不单单只是 对于动物的收容 我们让整体收容的环境 全面的提升 以外 我们更加入了 包含回到家庭 亲子游戏 以及很重要 我自己非常重视的 生命教育的意义 要融合在里面 议长戴希钦 致辞时感谢地表示 终于等到这一刻 他也以前总统蒋经国的名言 今天不开始 明天会后悔 肯定蒋世福的决心 克服经费暴涨及缺功等问题 努力推动这项工程 在重视动保的前提下 议会不分党派都会支持 动保议题在这么多年来 已经是一个显学 虽然它只是一个动保处 但每次 不管是在部门咨询 总咨询 都是议员们相当关注的议题 包括我自己 我刚看到简报特别提到 从民国89年 我们用临时建物的方式 来安置这些流浪动物 大家记得 民国89年是西元2000年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我在2002年进到市议会 我跟我们在地的王校伟议 是统一批经议会的 到现在已经第六届 迈入第二十二年了 二十二年来 坦白讲 我对动保议题的质询 历任动保处长 大概被我质询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今天终于我们的动物之家 新的工程新的设计 能够动土 我想当然是对我们台北市 在提升动保形象上面 以及实际 不管对流浪动物的照顾 以及对动保议题的实质努力上面 有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们更希望站在议会的立场 我想我们跨党派的议员心态都是一样的 只要钱花在导火抗 该花的一定要花 但是我们要严格监督 所有相关的预算经费 不能够浪费 讲完进一步说明未来动物之家新设施 包括冷气 通风系统 独立收容空间等 将显著改善动物收容环境 同时二三楼还将针对领养需求 和分区收容设置专区 顶楼甚至还规划有放风和运动空间 更重要的是 融入了生命教育的意义 让动物之家不只是收容所 屋顶的配置我们配置的是一个狗运动场 狗犬姿可利用我们的犬专用坡道 上到屋顶床 然后依据不同的体型分区来运动 以提高犬姿的运动频率 未来我们二三楼会针对 不管是领养的需求 收容的需求 分区的收容 我们还有安排每一层以及顶楼 放风跟运动的空间 另外 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包含气味噪音的防治 我们也有特殊的空调系统来防治 那最后我也知道 未来我们这个新动物之家的建物 会取得包含绿建筑 以及智慧建筑的标章 所以 这个案子我们即刻的决定 就是避免未来 如果时间在往后延 包含缺工的问题 物价的上涨 甚至包含垃圾处理费 如果持续增加 会让整个工程要再进行 就更加的困难 占地1.2公顷的基地内 除了动物社和狗公园之外 还设有宠物选品店 咖啡厅 浪浪回家故事馆 美容室 物理治疗室 行为矫正中心 医疗中心 及宠物火化祈福室等 复合式空间 动保处长 陈寅豪强调 动物之家改建计划 以提升民众认养率 和加快动物周转为核心 向打造一个结合 教育 休闲 治疗和文化的多功能场所 让动物之家 成为动物和人类 共农共生的友善社区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